女人钻出背包 趁服务员补助益 偷偷打开抽屉 把里面的钱全都拿走后 关上抽屉 又钻进了背包里 外卖小哥拿起袋子 刚要离开 不料打翻了玻璃杯 他急忙转过身 连连道歉 老板拿起搓把递了过去 小伙儿没有办法 只好放下背包 接过拖把打扫起来 这时又来了个小哥 把背包放到旁边 等大壮打扫干净后 竟然背起了旁边的背包 而他对此却一无所知 等来到没人的地方后 放下背包 大开一看 里面竟然装满了盒饭 女友却不翼而飞 画面一转 另一个小哥送餐时 竟然从背包里钻出个美女 见到这种情况 他一点都不害怕 突然小帅笑了起来 说我朋友的礼物真棒 而外卖小哥却一脸梦圈 小帅见状 急忙从兜里掏出八块钱 递了过去 这也太少了吧 小美急忙蹲下身子 从袜子里掏出一百块 放到了外卖小哥兜里 让他保守秘密 等小哥走后 小美把小帅推进浴室里 让他先洗个澡 然后从胸口掏出手机 对大壮说 你怎么把我弄丢了 现在我在某个人的公寓里 刚说完地址 突然看到个保险箱 他顿时露出了笑容 急忙挂断电话 倒了杯酒 掏出项链 把迷药洒到酒杯里 等小帅进来后 他端着酒杯揍了过去 小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他刚要动手动脚 不料视线越来越模糊 随后晕了过去 没过多久 大壮走了进来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保险箱密码 小美脱下丝袜 大壮接过来后 带到了头上 接着把小帅弄醒 逼迫他说出保险箱密码 否则就对你女友下手 在他的威逼下 小帅终于说出几个数字 可大壮输入后 发现密码是错的 再次错误 保险箱将自动呼叫911 大壮很生气 问他怎么回事 小帅说我每个月都会改一次密码 可能记错了 让我好好想想 随后又说了个密码 没想到这次又是错的 大壮拿起奖杯 刚要发火 小帅说密码写在了纸上 他在我外套的钱包里 大壮刚要去找 正在这时 警察冲了进来 三两下就把他们制服了 随后带了出去 而之前的外卖小哥却走了进来 帮小帅解开了绳子 原来当他发现背包里装着个人时 就发现情况不对劲 于是选择了报警 我必须给小哥的机制点个赞 冰箱打开 里面竟然装着个女人 男人见状 急忙盖上盖子 用绳子捆紧 这一幕恰好被二翠看到 吓得他转身就跑 只见两人将冰箱抬到桥上 双手一用力 就推到了河里 这时二翠恰好来到岸边 紧跑几步 一把抓住了绳子 用出吃奶的力气往回拽 半天后终于拽了过来 桥上两人看到后 急忙往下跑 另一边二翠打开冰箱 小美刚要出来 却突然捂住了肚子 二翠用力掺着她的胳膊 小美这才站起来 定睛一看 她竟然是个孕妇 马上就要生了 小美刚来到外面 坏人就追了过来 二翠见状 急忙拖起小美屁股 又把她抬进冰箱里 盖上盖子后 一屁股坐了上去 炸眼间两人来到近前 二翠说她是瘦破烂的 这才把冰箱捞过来 想卖个好价钱 可两人根本不听 执意要打开冰箱 二翠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接着一弯腰 捧起脏水 撒到两人眼睛上 随后快速打开冰箱 把小美拽了出来 趁两人洗眼睛的功夫 急忙逃走了 半天后 两人才睁开眼睛 这才追了过去 画面一转 两人跑了半天 看到个陵园 他们顾不了那么多 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可跑着跑着 突然小美肚子一阵脚痛 应该动了胎气 这时正好碰到个守木人 他们急忙上去寻求帮助 把经过说了一遍后 男人也非常着急 眼看坏人越来越近 他灵机一动 两人一起合力 将二翠塞到了墓室里 小美把家庭住址给了二翠 让他去找老公 交代完后 两人拿起花盆 挡住了出口 随后二翠去叫人了 没过多久 坏人终于找了过来 问大壮有没有看见两个女人 其中一个还是孕妇 大壮说 我一直在扫地 没怎么注意 好像有两个人朝那边跑了 等两人走远后 他急忙搬开花盆 想把小美拽出来 不料却被拒绝了 因为她羊水破了 马上要生了 大壮听到这儿 解下腰间的羽龙符 递了过去 正在这时 两人又折返回来 他急忙将花盆搬了回去 坏人说 你是不是骗我 那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此时他们发现 大壮一直站在这儿 都没动地方 于是把他拽到一边 想看看后面有什么 突然小美一声尖叫 随后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 危机时刻 小美的丈夫跑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警察 原来两人交易面粉时 恰好被小美看到 他非常吃惊 后退时 不慎摔倒晕了过去 两人想杀人灭口 不料出了这么多意外 随后他们被警察抓起来 带走了 男人则从墓室 爆出个婴儿 接着将小美拽了出来 此时 她的大肚子已经不见了 见宝宝这么可爱 小美非常高兴 等分别时 男人为了感谢两人 给了他们一人一叠钱 所以 世上还是好人多 女人把屁股塞进纸板里 撑得满满当当 富婆非常惊讶 因为她固执地认为 只有大屁股女人 才能生儿子 下一个女人的屁股 虽然小了一拳 但富婆也很满意 接下来的美女身材高挑 可屁股明显小了很多 富婆尴尬地笑了笑 不过还是勉强接受了 而到最后一个女人时 她往下一蹲 几乎没有屁股 惹得同伴一阵嘲笑 富婆一声咆哮 美屁股来凑什么热闹 女人还想辩解两句 可富婆根本没给她机会 第二关时 管家给美人分了一个圆圈 绿衣美女将圈套在身上 还不停地扭动屁股 富婆算她通过 第二个美女也有样学样 不仅如此 还拿着圈跳了支舞 红裙女子没有什么才艺 直接转起了呼拉圈 这么柔软的腰身 富婆非常满意 最后一个女人也想这样做 可转了两个 呼拉圈就掉到了地上 富婆非常生气 竟然直接把她撵走了 而第三关的任务是 跟富婆的儿子生个大胖小子 几人签了协议后 绿衣女孩率先进入屋里 定睛一看 没想到男人坐着轮椅 竟然是个残疾人 女人说 虽然你这样 但我不嫌弃你 小帅听到这儿 非常生气 把女人轰了出去 可她不想放弃 故意把口红抹得到处都是 将头发弄得非常凌乱 把绳子解开 这才狼狈地揍了出去 还不停地向两人炫耀 而橘色衣服女人早有准备 包里装着性感内衣 她打开门后 先跳了一支舞 可小帅对她并不感冒 说不喜欢轻挑的女孩 随后一顿臭骂 也把她轰走了 她非常生气 倒吃一番后 这才装模作样地走了回去 接着轮到最后一个女孩 她伸出手表示友好 可小帅根本不搭理她 还让她有多远走多远 女孩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也不想跟你生猴子 我现在在读大学 却没钱读书 来这儿只是为了赚钱 只要出去就能得到一笔钱 小帅被她的真诚打动了 两人越聊越投机 半天后 女孩才走了出来 富婆说 五个月后谁怀孕了 谁就能做我儿媳妇 还给了他们一笔安胎费 时间一晃五个月过去了 三个人竟然都怀孕了 还都说是小帅的孩子 可富婆活眼金睛 对着两人肚子咔咔就是两下 小美却死死捂住肚子 富婆刚要动手 却被小帅制止了 她说这个真是我的孩子 富婆非常兴奋 自己终于可以做奶奶了 随后两人被轰了出去 小美则留了下来 她说愿意照顾小帅一辈子 你说她是不是很善良 乞丐正在跳舞 突然一个小女孩向她求救 可还没等她听清楚 女孩的父亲就赶了过来 男人告诉乞丐 女孩只是在跟她开玩笑 说着就要将女孩拉走 没想到女孩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丢到了地上 没过多久 乞丐就发现了地上的纸条 并惊一看 上面竟然是求救的信息 乞丐顿时恍然大悟 这一定是刚才女孩留下的 善良的乞丐决定一探究竟 悄悄跟在两人身后 很快男人将女孩带到一处房间 男人警告他们 要是再敢逃跑 就打断两人的腿 乞丐听到这儿被吓坏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男人走后 乞丐赶紧上前询问原因 原来小女孩跟妈妈被囚禁了八年 刚才好不容易帮女儿逃出去 没想到又被男人抓了回来 这也太可怜了 乞丐二话不说就要上前帮忙 谁知门怎么都打不开 情急之下 她想到一个好办法 只见女孩假装晕倒 女人痛哭的声音传到了男人耳朵里 她开门一看 发现女孩已经不省人事 在女人的苦苦哀求下 男人这才同意送女孩去医院 就在他们准备出发时 乞丐也偷偷爬上了车 趁男人在大厅等待检查结果时 乞丐溜进了病房 将情况一无一时地告诉了医生 医生被她的善良打动 决定助他们一臂之力 医生找到男人说 女孩病得很重 需要紧急手术 话音刚落 男人就一把抢过病例单查看 一旁的女人瞅准时机 故意将水倒了过去 男人一顿臭骂后 就去了洗手间 女人知道机会来了 起身就往楼下跑 等男人返回时 女人早已没了踪影 此时的她已经来到了男厕所 然后哭斥一下 跳到陌生男人背上 简单解释后 对方急忙关上了厕所门 没过多久 男人就找了过来 她大声呼叫着女人的名字 见没人回应 她只好挨个检查 遇到打不开的门 还会趴在地上查看 直到确认没有女人的身影 她这才骂骂咧咧的离开了 随后来到医院门口 东张西望 怎料乞丐推着箱子 也来到了这里 男人一眼就认出了她 见对方神色慌张 男人好像猜中了什么 于是命令乞丐打开垃圾桶盖子 没想到小女孩真在里面 男人露出腰间的手枪 示意乞丐乖乖听话 就在她要带走两人时 警察冲了过来 原来女人在医生的帮助下 成功叫来了警察 看来这下男人要遭殃了 等待她的将是牢狱之灾 富豪想猜盲盒找老婆 一号美女转了个圈 身材非常棒 于是摘掉盒子 牵着她来到男人面前 她的任务是 用最短的时间给宝宝穿纸尿裤 尽管她非常不愿意 还是勉强答应了 可掀开盖子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宝宝怎么这么老 随后开始了计时 她顾不了那么多 急忙换好 用时30秒 非常不错 旁边的小伙给她打了8分 接着是2号 她转了一圈 人们顿时大吃一惊 屁股这么大 肯定能生儿子 并且长得也不错 而她的任务是 吃掉桌子上的食物 这也太简单了 她先喝了口牛奶 然后拿起香蕉 咔咔就是一顿灶 吃完所有食物 只用了区区40秒 一般人还真养不起 接着是3号 当先开盲盒时 她满脸屋子 一口大黄牙 把人们吓了一跳 女孩让她赶紧离开 可她不想放弃 不停地恳求女孩 见人家不答应 她只好离开了 而4号的身材非常完美 并且长得慈美善目 小伙很满意 免除了考核环节 直接晋级 随后是第二关的考验 桌上放着一打钱 富豪给每个人发了一叠 让他们选最漂亮的裙子 前两个人陆续离开 第三个却留了下来 表面像调戏下富豪 实则偷偷拿走桌上的一叠钱 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没想到门口有个乞丐 大屁股女人看了一眼 说我一个铜板都没有 想要钱不可能 当她离开后 乞丐拿出纸板 在上面写下两分 刚写完第二个女人就搜了出来 乞丐又伸出盒子 说自己好多天没吃饭了 女人见她这么可怜 挣扎了半天 蹲下身子 把钱放到乞丐手里 让她好好过日子 随后离开了 乞丐非常感动 给她打了十分 当最后的女人出来时 乞丐又递上了盒子 女人非常嚣张 想从我手里要钱 门都没有 说着把盒子打翻 当看到盒子里的钱时 她非常兴奋 抽出一百块 扔到一边 趁乞丐不注意 偷偷拿走递上的钱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乞丐此时才发现 盒子里的钱没了 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找到 随后摇了摇头 给了她零分 当再次集合时 只有小美穿得非常寒酸 富豪对她非常不满 这时乞丐走了进来 原来她是富豪的儿子 当看到偷钱的女人时 她非常愤怒 直接把女人赶了出去 接下来是最后一关 可还没进屋 大屁股被仙人掌 刺破了一个 她非常害怕 让两人先进去 她有点事要处理 小伙一回头 顿时发现了猫腻 随后女人掏出个气球 想吹大后放进去 不料被抓了个正着 她一激动 另一个屁股也破了 小伙说 不诚实的女人 没资格在这儿 接着她也被请了出去 随后小伙掏出戒指 向小美求婚 尽管她非常高兴 可还是冷静下来说 我不能这么快答应你 咱们得彼此先了解下 不过还是戴上了戒指 如果是你 你会选谁当老婆呢 还能发现? 没有 请不吭